轎車獨自開在國道上 周圍空蕩蕩 沒有半台車 鏡頭一轉仔細看 他竟然逆向行駛 十六號深夜十一點多 七十歲的零星駕駛 開到國三北向三陰交流道路段 一路往南行駛 幸好當時其他駕駛反應相當快 沿途閃避 才沒釀成事故發生 民眾在三峽路段健壯 立刻報警 國老警察獲報之後 馬上追查行蹤 為了安全起見 在桃園大溪交流道 緊急全線封閉 一整排車停下來 只為了等他一個人 這誇張的景象 平時只會出現在電影情節 現在卻活生生上演 這大陣仗 駕駛似乎也知道自己闖了大禍 越開越慢 最後慢慢滑行到路肩停下 脫掉車和遠景 立刻上前協助 引導他開下交流道 警方時候調查 七十歲的靈性駕駛 當時因為路況不熟 才會逆向行駛 勞翁的家屬向警方表示 他有失智的情形 非常感謝遠景積極幫忙 才能釀成更嚴重意外 三新聞張維杰黃世涵桃園 從我到